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傑森 林珍前 早晨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今天MELODY 一週all in 其實有幾個大課題要討論 因為這幾天我們都關心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那邊 感覺上又要開戰 究竟情況是怎樣 那麼首先走參與者納德加CC評論 雲宏偉祥律師 哈囉 宏律師早安 早安 大家早上好 這兩天看到一些非常聳動的標題 就像昨天也看到烏克蘭宣布了與俄羅斯斷交 而烏克蘭官方那邊也證實了 烏克蘭東部已經有兩個城市已經失守了 所以想要了解這整個狀況 因為對上一次我們已經看到了 Dohannes People's Republic 還有Lohans People's Republic 成為了獨立的國家 感覺上他們已經簽好了這個友好合作的條約 那現在的狀況又是怎麼樣呢 嗯 上個星期我們有談到克里米亞 其實2014年俄羅斯在獲得克里米亞之後 克里米亞就跟現在烏克蘭東部 這兩個宣稱獨立的國家 就是剛剛Vivian有提到的 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跟敦涅斯克人民共和國 其實他的情況是相類似的 我們上個星期有講到烏克蘭他已經不親俄羅斯了 他開始靠向歐美陣營 所以他的總統被彈劾然後逃亡去俄羅斯 那俄羅斯的黑海艦隊是駐紮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 所以這個是對他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他就撤動了克里米亞獨立 然後克里米亞獨立了 當然烏克蘭就會去阻止他的獨立嘛 因為他們不承認他的獨立 所以俄羅斯就用這個藉口派兵進去克里米亞 把克里米亞跟烏克蘭的溝通交通全部都切斷 然後讓他成為實質獨立 其實在2014年除了克里米亞 當時另外兩個省份的一部分地方 就是敦涅斯克省跟盧干斯克省 他們靠近俄羅斯的那一個地方也鬧起了獨立 然後成立了兩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當時的俄羅斯 其實是沒有承認他們的獨立的 不像克里米亞 他承認然後派兵進去幫他們維護 當然在俄羅斯的說法是維護他的國家主權 在烏克蘭的說法也就是侵略了 但是當時俄羅斯他們是很明顯知道 我們不可以太過過分 所以我們拿到克里米亞了 那這兩個新獨立的國家也是在2014年獨立的 我們就不要拿 我們就不承認他的獨立 所以他們的獨立 他們有叛軍在那裡實質掌控者的地區 其實還不受俄羅斯的承認 俄羅斯也沒有理由去實質地支柱他們 所以一直面對烏克蘭的剿滅 然後我們再把眼光從2014年轉到今天 當然一開始整個局勢會衝突 是因為北約東擴嘛 然後烏克蘭要加入北約 不要再受俄羅斯的自走 那俄羅斯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後門這樣子 盲刺在背的情況出現 所以他就軍演吊動了15萬的大軍到邊界那裡 最後為什麼會插槍走火 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16號說要開打 但是沒有打成嘛 沒想到8天後就是昨天早上就開始爆發了 原因就是這個剿滅的行動越來越升溫 而烏克蘭他派徽軍去想要剿滅這兩個東烏克蘭的獨立的省份 那俄羅斯不想要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所以他就派兵進入了去維護這兩個國家的主權 然後其實在派兵之前的前一天就是兩天前 普京發表了長篇的言論 他裡面有說到烏克蘭其實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也有提到這兩個國家現在我們俄羅斯承認你的獨立 所以我們會來派兵進來幫助你確保你的獨立 所以他整個抗戰的理據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到像現在目前呢 俄羅斯就從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入侵了這個烏克蘭嘛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一些新聞報導 不同的一些觀點就覺得說 到底這個俄羅斯的總統Putin呢 他到底要的是什麼呢 有些覺得說他要重振他自己那種帝國夢啊 老實講我們上星期有說到Putin是一個狂人 跟金正日金正恩他們是同一類型的 所以他敢敢用這種動言動武挑起戰爭的方式來獲取他的利益 所以老實講我們普通人是猜測不了狂人的心思 你看剛剛我說按照理想的方法 俄羅斯應該會重演2014年的方式 就是確保另外兩個小國的獨立 然後慢慢的蠶食烏克蘭就像拿掉克里米亞一樣 但是Jensen剛才也有提到這一次的戰爭不一樣 我們看他直接打到吉普 吉普就是烏克蘭的首都 而且他登陸的地點據說是奧德塞港 奧德塞里克克里米亞是很遠的 雖然也在黑海 所以他等於是從烏克蘭的中後方來登陸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侵略他國的行為 你看你在道德上是站不了制高點的 照普京的談話 他承認敦涅斯克跟盧干斯克這兩個國家的獨立 那你保護這兩個國家就可以了嗎 就像2014年保護克里米亞一樣 但是我們看俄羅斯的軍事情動並沒有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普丁在賭啦 他在賭美國北約不敢跟他們打正旗號一樣來開戰 不敢派兵進入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的軍隊 他們不敢打世界大戰 所以俄羅斯想用這樣子的方式一次過威嚇烏克蘭 把他打垮 你們最好回到2014年親我的情況 不要再像2014年拿了克里米亞 現在我們再拿了敦涅斯克跟盧干斯克 那之後我們還是要繼續吵 所以這應該是普丁想要的 這很明顯是一個錯誤的啦 如果你問我這很明顯是錯誤的事情 不管用什麼理由 你揮軍去侵略另一個國家 在現代社會都是很明顯的滅絕人類 很明顯的犯罪 所以西方國家尤其是這些強國 不應該再像以前對納粹一樣的綏靖政策 像以前希特勒的納粹 一開始要打仗的時候要截取領土 這些強國他們就認為給他一點土地 我們就可以安補他 大家不用打仗 結果是什麼 你用這種綏靖政策只會姑息他 讓他的野心越來越龐大的這個野心家 覺得你們是好欺負的 你們根本不敢跟我打 所以戰局才會越開越大 應該快刀斬亂嘛 我們看到現在歐美國家 其實還沒有拿出很決定性的舉動 還在談什麼制裁 別人的軍隊 別人的炸彈 已經炸到另一個國家的首都了 你還在討論制裁 還在等開會 我覺得這是非常說不過去的 所以就算是現在我們情況呢 看到歐盟已經選擇了俄羅斯對於烏克蘭 展開的這些所謂的野蠻的攻略了 就像你所說的了 他們講接下來將會有新的一些制裁 甚至是法國總統也說 叫俄羅斯好要停手了 可是實際上他們又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呢 比如像全球的大國 美國應該要扮演著什麼角色 稍回來我們再討論 人數著Melody Melody 早晨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早晨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淺 繼續今天的Melody一週all in 我們繼續來談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情況 現在開始打仗了 所以我們請來時事評論員 洪偉翔律師 Tonikia Kinlia-Falming 洪律師早安 兩位DJ早上好 那烏克蘭目前已經是受到俄羅斯的侵略了 那我們剛才有聊過一些歐美的大國 他們目前還是比較行動沒有那麼快的 還是在談制裁 還是要開會等等的 那其實這樣的緊張的局勢當中 這些大國其實應該要做一些什麼行動 才可以讓這個戰火可以停下來 或者是讓這個東西可以得到緩衝呢 很明顯現在的歐美大國 尤其是美國的民主黨的拜登總統 他是很沒有決策力的一個總統 因為他第一年紀也大了 第二他本身是比較關注國內問題的一個總統 而且在美國歷史上 通常民主黨的總統都是比較反戰的 然後共和黨的總統像布什啊 像老布什啊 他們都是比較會動武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的其實歐美國家 他們還在用嘴巴來譴責 還在用嘴巴來制裁 然後說今晚要開會 拜登發了很多推特說 我們會考論 我們會進一步譴責 我們會進一步制裁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就像二戰的時候 一開始的英國的首相 他當時就是 他認為我們只要滿足德國的胃口 滿足希特勒的胃口 給他一些德國人為主的地區 劃分一些地區給他 這樣子就可以滿足他的胃口 就可以避免戰爭 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叫綏靖政策 就是投降主義 其實已經在歷史上 證明是失敗的 在野心家面前 你滿足他現有的胃口 並不會餵飽他 只會讓他的胃口更大 所以要解決這個 很明顯俄羅斯 就是入侵烏克蘭 歐美應該即刻的加強 烏克蘭的軍事實力 你可能不想你的子弟兵派去送死 這點大家可以了解 但是你們必須展現出 你跟烏克蘭是站在一起的 而且烏克蘭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不能因為說烏克蘭 清歐美你就要打我 如果這樣子的理由說的過去的話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義尼也可以用馬來西亞 跟澳洲跟紐西蘭 跟英國跟新加坡 組成軍事同盟 我們在70年代的時候 有簽署一個五國聯防同盟 那義尼可以不可以說 你也跟這些國家簽署了 五國聯防同盟都是強國 那你就是要劍職我們義尼嘛 你看馬來西亞 新加坡 澳洲 紐西蘭就是圍著義尼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打馬來西亞 大家認為說的過去嗎 這是肯定說不過去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看到 如果美國是真的出手的話 那就可能像很多人講說的 會不會引起世界第三大戰 還是等等的 其實會全世界帶來什麼巨大的影響呢 當然沒有人想要打仗 沒有人想要引起世界大戰 但是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你必須去抑制俄羅斯 你不能說我們為了不要世界大戰 我們就讓烏克蘭的人民 去被他國侵略 這是完全說不過去的事情 而且你要知道 在歐洲蘇聯解體後 所成立的國家 其實不只是烏克蘭 還有很多小國 而這些小國也早已加入北約或者是清北約 如果是按照這樣子的情況 那普丁這次拿下烏克蘭 而且烏克蘭是歐洲土地排行第二的大國 你烏克蘭都可以這樣子 讓他以武力的方式來征服 那其他這些前蘇聯的小國怎麼辦 我在這裡也分享一個資料 我們上一星期的一週all in有談到 烏克蘭在2014年 他的總統被彈劾之前 是非常非常親俄羅斯的 從他1917年開始成立這個國家 就以加入蘇聯為目的 然後蘇聯解體了之後 他也很親俄羅斯 在1994年的時候 其實有簽署了一個叫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 簽署的國家就是美國、俄羅斯、英國和烏克蘭 他們簽署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當時烏克蘭雖然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他還是很親俄羅斯 所以他手上有大概3000枚的核子導彈 核子彈他當時在世界上是排名第三多核子彈的國家 而這個核子彈是哪裡來的 是以前蘇聯研發了放在他國家的 那烏克蘭不想要這些核子彈 當然它是武力的象徵 但是你也要耗費很多的金錢 很多的資源去保護它保障它 而且別的國家也會來蜘蛛 尤其是一些恐怖分子也想要這個核子彈 所以它是一個壓力式的存在 所以烏克蘭不想要這個原子彈 那原子彈又不能隨便被銷毀 所以他決定把這些原子彈送回給俄羅斯 那他送回給俄羅斯了之後 他們就簽署了這個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 當時就是說我 烏克蘭我自動把我最重要的武器給讓出去 那俄羅斯你不可以 你永遠都不可以侵略我 因為我把武器給了你嘛 如果俄羅斯來侵略我 美國英國你就要有義務要出兵來保護我 所以現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很明顯就是違反了當時1994年12月 所簽署的布達佩斯這個安全保障備忘錄 所以英美是有義務去保護烏克蘭的 所以大家必須明白這個歷史事件 好的那我們就把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這個情況就關心到這裡 我們繼續再關注下去 那看看接下來會有怎樣的一個演變 稍後回來我們在Melody一週二一就把這個焦點拿回來馬來西亞這裡 那前一陣子就有兩名馬來西亞的網紅身穿薄紗裝 然後在柔佛的皇宮前面就拍了一些搔手弄姿的照片 然後後來也讓這個警方接到投報 然後就去開黨去調查的 那到底這些這樣子的舉動有沒有觸犯到法律的呢 稍回來我們請教一下洪律師 繼續守著Melody Melody早晨有意思 你好我是傑森林珍淺 早晨你好我是Vivian 溫慧欣 繼續今天Melody一週all in 我們請來時時評論員洪律祥律師 洪律師早安 謝謝早安 好說到我們在馬來西亞的這些網紅事件 真的可以說是窩窩身心窩窩窩金 那前一陣子發生了網紅在柔佛王宮前面 拍照被捕的事件 他們有在王宮前面去做一些脫序的行為 拍一些性感照等等 所以這個舉動就引來很多人的不滿 引來這個網民的討伐了 甚至呢只對於這個柔佛的王室不敬 那對於上述的這些舉止來說 其實警方分別就援引了這個破壞公共安寧 和通訊及多媒體法令來進行調查 所以是因為觸動了哪一些法令而犯法呢 首先他們還沒有被控上法庭 然後警方只是援引剛剛議員所說的兩條的法律 就是刑事法典505條文就是破壞公共安寧跟通訊及脫媒體法令的第233條文 就是濫用這個網絡器材來進行調查 他們還沒有被控上法庭真正被控告什麼罪 會不會被控告還沒有人知道 但是剛剛議員有問到他們到底犯下什麼罪 其實現在是沒有人可以說出來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馬來西亞男扮女裝 只要你不是穆斯林其實是沒有任何錯誤的 穆斯林在馬來西亞是不能夠男扮女裝的 各州都有他們的回教法 之前有一位很著名的美容企業家 很著名的企業家 他就是逃去澳洲 他逃去澳洲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說他在這裡被打壓 然後很多無理的罪名丟在他身上 其中一個就是男扮女裝 所以穆斯林男扮女裝有錯 但是非穆斯林像這兩位網紅 他很明顯非穆斯林其實是沒有錯的 所以他們男扮女裝在王宫前 而且他是在王宫的潮廠前拍照 一個沒有錯的事情 你很難去說他是錯誤的 然後你說他侮辱皇室罪 我覺得有一点遠 當然你可以這樣子說 但是你實際論證起來是很遠的 因為他不是在皇宫前面的大潮廠拍 不是在蘇丹前面拍 然後他也不是在潮廠裡面拍 是在他的外部拍 然後背後有他們那個很標誌性的皇冠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說他要污辱皇室 我也覺得有一点遠了 其實如果你說他們在公眾場合做出猥褻 所以這可能是比較正確的 但是他們沒有露出重要器官 所以要說猥褻也不能 這就是為何警方竟然用了 剛剛我們說的破壞公共安寧跟濫用網絡器材的罪名來控告他 其實這兩條法律是非常廣泛的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在槟城有一家餐館用的就是毛澤東共產主義的帖子 還有有一位馬來同胞在網上說 我支持以色列當尾巴衝突的時候 這些人其實他們沒有觸犯任何一條特別的法律 嚴格來講你不能說他們錯 還有包括Sugar Daily有做一個軟件可以讓裡面認識人 然後你們可以發展關係這樣子 我剛剛說的這三個案件 最後他們是被什麼條文來調查跟控告的 其實都是505跟233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兩條 你看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錯誤 我們從第一個就是男扮女裝然後燒手弄之污辱皇室 第二個宣揚共產主義 到第三個支持以色列支持我國不承認的國家 然後到第四個你涉嫌賣淫 你看四個完全不同的錯誤 為何可以用同一個條文來控告 這很明顯是這個條文本身有問題啊 他太過寬廣太過無遠伏借的 所以政府警方通常很容易就可以用這兩條條文來讓別人敬眼 不管你說什麼話只要是我不想聽到的我都可以用這兩條來調查你來對付你 大家可能都不喜歡這個網紅我老實講我本身也不喜歡啊 然後男扮女裝有時看起來還有一點低俗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他低俗就去縱容執法當局用這些不相干的法律來對付平民老百姓 因為他今天可以這樣對付他們明天他也可以同樣的來對付我們啊 說你罵政府啊說你批評政府那你就引起公眾部啊那你就濫用了網絡 所以不應該因噎廢死了這是我要說的 OK那洪律師以你這個法律的背景 你看這個505跟這233的這個條文 你說他很廣嘛 如果說能不能夠告得禁啊就是有罪啊等等的 真的是看那個法官的看法他的判決而已嗎 很真的他是太廣了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個案件啊就是不知道還記得嗎 那集還是做首相的時候 有一位女士他拿著黃色的氣球到那集的活動 然後就放了這個黃色的氣球 當時他被逮捕也被提告 當時提告他的條文就是類似的說你引起了大眾的不安 但是你放一個氣球怎麼會引起大眾的不安 就像現在有人男扮女裝怎樣就會引起大眾的不安 其實是距離蠻遠的 而這個案子在上了法庭之後 法官是宣判敗訴的你告不進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這兩位網紅 最後會不會被提告我們不知道 好關於這個課題我們也繼續關注下去 那另外一個呢稍回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關於這個社會的議題呢 最近也是討論的非常的熱烈 就是關於這個單親母親 羅秀峰面對家暴還有爭取孩子撫養權 到底這個案件怎麼樣了呢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在分析下屬著Melody Melody 早安 有意思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早安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錢 繼續今天的Melody一週all in 依然有時事評論員孔維祥律師在現場的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看 馬來西亞最近談得很熱烈的一個社會的課題 洪律師我們來關心一下 就是這個單親媽媽羅秀峰 她爭取她孩子的撫養權 除了說夫妻之間的一些關係 或者是撫養權的關係之外 另外就是關於這個為小朋友去改教的一個情況 可以跟我們科普一下這一件案件它的背景嗎 根據羅女士的說法 因為她的老公現在在吉蘭丹的監獄裡面服刑 所以她無法為自己發聲 那我們就只能根據羅女士的說法 根據羅女士的說法 她嫁給這位老公之後 老公完全沒有養家 就靠她自己養家 而且這個老公的嫉妒心 懷疑心是很強的 一直懷疑她有外遇 所以對她家暴 虐待她 然後經常在子女面前說她的壞話 因為老公完全不養家 那她就只能出去做工 而她出去做工 賺錢來養家 更加劇了老公對她的懷疑 所以老公就一直毒打她 甚至毒打到她手臂斷掉 甚至去進醫院 那在2018年她在沒有辦法之下 就去舉報她老公家暴 在政府的協助之下 她也離開了老公 自己去外面住 但是她舉目無親 她本身也是一個孤兒 最終去了政府旗下 福利局的老人院居住 在那裡她只住了一個月 還是被趕走 因為她不是老人 也不符合福利局的接待 所以在沒辦法之下 她被趕走了 又回到老公的身邊 但是她還是繼續被虐打 繼續受到虐待 那她在2019年就提出離婚 然後2021年法官正式宣判他們離婚 並將孩子判給她 可是她從2019年申請離婚 就拿到臨時撫養權 待到2021年法官正式幫撫養權 判給她的這段時間裡 其實她都沒有能找到孩子 因為老公不要把孩子交給她 然後她老公在2020年的時候 因為毒品罪被判入監獄 孩子就突然憑空消失了 也不在她老公的媽媽 就是她家婆這一邊 所以她一直找都找不到 直到去年為今年初的 這段時間裡面 她才找到了她的三個孩子 兩個是14歲的雙胞胎女兒 在北馬的玻璃市 一個回教的NGO裡面找到 然後她的兒子 是在槟城的 Tasik-Glugo的宗教學校找到 當時她的三個孩子 已經被轉換成了伊斯蘭教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宗教局當然不願意把孩子 轉回給她 教回給她了 但是她有法庭的聽令 我是法庭判給我撫養權的 所以你們這些監護人 是沒有法律地位的 在雙方討論了之後 就是羅女士跟玻璃市的宗教局 他們決定把孩子暫時交給第三方 就是玻璃市的福利局撫養 母親其實是同意的 我看到網絡上很多人說 福利局是站在回教局這一邊 然後不給媽媽看 其實這點是不正確的 因為是母親羅女士本身同意 而她同意的原因 第一是當時這些孩子 他們表達了自己的願望 已經14歲跟10歲嘛 她表達自己願望 她說我不想跟母親走 我已經是回教徒了 這些報章都有報導 這是第一個原因 羅女士不想強迫孩子 违背孩子的意願之下帶走孩子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當時羅女士已經上法庭 申請了人身保護令 什麼是人身保護令 就是由法庭來宣判 某一些政府機構 必須把人交出來的聽令 我們就叫人身保護令 而人身保護令的判決 是在2月21號 就是這個星期一 所以當時還沒有下判 羅女士想 我先拿到人身保護令 我才拿回孩子 免去以後麻煩多多 其中有發生一些問題 就是福利局 好像不要讓羅女士 來見他的孩子 其實這也是不正確的 因為福利局是保護孤兒 保護被虐待 保護被遺棄孩子的一個場所 所以正常情況之下 普通人都是不能進去的 即便你是孩子的親人 孩子的媽媽 你要去也要申請 很慶幸的2月21號 法官判了這個人身保護令 所以福利局也把孩子 交回給了羅女士 現在我們看起來 是一個完滿的結局 他跟三個孩子在一起 然後還帶他們去吃飯 帶他們去饮頂遊玩 但是大家別忘記了 這個人身保護令 是在高庭宣判的 有關當局如果要上訴 他們還是可以上訴的 當然我希望他們不要上訴 那除了關於這個人身保護令 還有撫養權先撇下這一塊 其實很多人想要了解就是 可不可以單方面為孩子改教的 還是因為聯邦法院已經裁定了 未成年人的改教 其實是需要父母雙方的同意 又或者是 因為玻璃士他們也講了 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新的法令 只是需要父母一方或者是監護人的允許 都可以將孩子 就反駐於伊斯蘭教等等的 維園講的很對 其實在之前 到底18歲以下的菲姆斯林孩子 轉性去伊斯蘭教 到底要父母一個人同意 還是兩個人都共同同意才可以 在法律上是模糊的 因為在我們的聯邦憲法裡面 針對這樣子的情況 他是說 Parent 而這個Parent是沒有S的 沒有S的Parent 看起來好像是說 父母其中一人就可以 這個模糊還不用緊 但是憲法的馬來文版本 是直接翻譯成 Ibu atau Papa 所以在馬來文版本的憲法裡面 是完全說 只要任何一方同意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樣子憲法模糊的情況之下 很多州的宗教事務局 他們就設立了 像剛剛維園有提到 玻璃市宗教局 在2016年就制定了一個法律 明確說明18歲以下的孩子 只要父母一人同意 就可以幫他申請改教 當然這個法律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我們撇開宗教 以正常人的思維來想 爸爸跟媽媽 對未成年孩子的權利 應該是對等的 既然雙方是對等的 那為什麼 涉及孩子這麼重要的一個決定 只要父母一方同意就可以了 父母一方同意 爸爸同意 就表示著媽媽不同意 既然雙方的權利是對等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應該保持現狀 而不是讓他修改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的法律 雖然有這個模糊地帶 但是大家都看到這個問題 在2018年的時候 委員剛剛也有提到 我們的聯邦法院 在Indira Gandhi的這個案子裡面 也是一樣 真子案 他的老公就把孩子 轉換回伊斯蘭教 想要用這個方式 避免孩子給老婆搶去 這個案子打到了馬來西亞 最高的聯邦法院 當時的聯邦法院就清清楚楚的裁決 把這個模糊全部都抹掉 直接說明憲法裡面的條文指的是 爸爸跟媽媽父母兩人必須同意 才可以改教 所以很明顯的 玻璃式宗教局所做的這個法律 自我詮釋憲法 說你單方面就可以幫18歲以下的孩子改掉 是違反憲法的 所以羅秀鳳 如果他想要把孩子的信仰給轉換回來 那他就必須向法庭申請他們的這個行為無效 然後要把他換回非穆斯林的身份 當然剛剛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直說是非穆斯林18歲以下孩童的轉教 那為什麼我們不談穆斯林兒童的轉教呢 因為道理很簡單 馬來西亞是明文規定 不可以向穆斯林傳教的 所以自然這樣子的法律其實受影響的 只是非穆斯林孩子的轉教 聽過了洪律師的這個講解之後呢 就清楚很多了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案件也不會繼續上訴了 讓他們就和諧共處下去吧 然後今天的這個melody is all in 謝謝洪律師這個書裡的分析 謝謝 謝謝 小エ если別忘了 我是要吧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